民眾來到土地公廟 排排座大家不會寒冷 捲起袖子要捐出熱血 覺得我要救人 然後現在因為很缺血 所以就多幫助人家 今天捐多少 500cc喔 多久捐一次 站個月前 在醫護人員的協助下 血帶經濟鼓起 疫情趨緩 但全台血褲缺血 為在基隆身心路上的 原窗宮土地公廟 結合第一特獎社區 舉辦了捐血活動 還送出價值千元的發熱衣 土地公就是說 要辦好的工藝 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次捐血 全國都欠血 但是我們就是說 來主辦一個捐血 是非常好的工藝 那又遇到非常好的 PP石墨機他們的廠商 又送發熱衣 一件大概1000多塊 還有陳寗的精油 二姓的白米 還有土地公的發財金 就請大家共襄盛舉 盡量把捐血的量 衝到最大 石墨機發熱衣廠商 特別準備了300件發熱衣 給完成捐血民眾 讓平常有捐血習慣的民眾 又驚又喜 最主要是想做散心 怎麼說 先聽說最近血褲有缺血 一般應該都是一些 家裡用的日常用品 這次呢 這次有你說石墨機的衣服 保暖衣 還有蜜 對 我來到白亂那裡非常興奮 而且我平時就有捐血習慣 那我不覺得就覺得 分身不自在 感謝我們主委 給我這個機會 我們也是一直爭取來的 就像捐血活動 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公益 那我希望後面呢 還有這個機會呢 其他地方我們都可以參與 金融市議員 韓世玉 林沛祥 及校總理長 林崇道都到場 共襄盛舉 金融連續幾天下雨 天氣寒冷 待民眾熱情不減 我們原川宮 是非常久的一個歷史 那在這個 我們這個廖主委 我們李主委 以及廖主委的帶領之下 那在這幾年當中呢 我們一直都在辦 這個捐血活動 那我們常講 就是這個 就人一命 我們捐血一代 那一起來做愛心 那畫小愛為大愛 那幫助呢 我們更多更多的這個民眾 好朋友們 那這個是我們的心意 那也非常感謝呢 我們沛祥副議長 那一起來到我們原川宮 那與我們的共襄盛舉 那希望說呢 在載新的未來當中呢 我們這個愛心呢 還是會持續的做下去 據我們所知道 雖然目前疫情已經慢慢銷緩 新冠肺炎已經正式流感化 但是我們的醫療資源 仍舊有缺乏的地方 尤其是血 基本上 台灣常常在鬧血荒 那我們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更多健康的血液 來幫我們做手術也好 還是緊急書寫也好 所以今天 沛祥來這邊 跟我們原川宮 跟我們第一特獎 尤其跟我們 治癒我們自己同事們 共襄盛舉 希望說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的時候 幫我們的好朋友 幫我們這些病患們 再多盡一點心力 多捐一袋熱血 非常感謝原川宮 舉辦這樣的一個 拒絕的公益活動 那所以辦公室這邊 里長這邊也 贊助了洗衣金跟洗碗金 那希望共襄盛舉 那希望能夠 在這個血荒的這一段時間 能夠停過去 然後讓我們都能夠 藉著公益活動 然後讓這個社會更好 除了捐血 就送發熱衣 還有白米 土地公的發財金 廟方感謝 無私的捐血人 紛紛動起來 希望讓血褲的存量 不再吃緊 記者黃紹明 記者黃紹明 記錄報導 打算 別人 打算 打算 返算